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很为难 因为这两个城煮得太坚固既不好 不坚固也不好 他经过再一三的考虑之后 决定还是煮得不坚固比较好些 于是便偷工减料 在城墙里填塞了许多菜草 马马虎虎煮好了 便交给两位公子去接收 公子从而是个贤民的人 无怨多生之节便马马虎虎接收了 公子鹦鹉却不答应 而且巨石报告了县公 县公知道了很生气 便把侍偎招了来 言辞训斥了一顿 侍偎爬在地上磕着头回答说 我并不是不能竹城两座坚固的城 而是有一片苦衷的 我曾听说过 没有祸事而显得优期 一定会招来祸事 没有战事而从事竹城 一定会招来战事 我当时奉命去竹城 如果不去就是违抗命令 这就是不尽 如果我把城竹得很坚固 将来难免不被敌人占领 那时不容易攻打 无意帮助了敌人 这是不忠 不经不忠都是有罪的 所以我为了顾全这两点 才这样做的 现在城虽然不坚固 但只要主公能够修得安民 两位公子就会很安全 根本就用不到竹城 而且说不定三年之后 就要对这两座城用兵 那时对主公而言 就更不用兼顾了 县公听了他的话 还以为他是巧片 世伟退了出来 心里很多感触 便迎出三巨师 胡求旁荣 一国三公 无谁是从 这意思是说 用胡皮做的皮衣 毛色是那样杂乱 好像一个国家有三个军 叫我究竟尊崇哪一个呢 果然 后来黎姬陷害公子 深深 深深回到自己的封地 新城便自杀了 公子从而 和公子一无 也不免自为 各自回到 古城和屈城去了 黎姬自然不会放过他们两人 又怂恿献宪 杀害他俩 宪宪便派四人 率兵去攻打仆役 因为城池不坚 毫无困难的便把城攻破了 公子从而猖狂逃走 又被四人追上了 可是四人也有一片苦衷 他知道公子从而是无辜的 不忍杀他 可是居命难违 只得割下从而的一脚衣服 回去复命 而让从而脱逃了 而公子一无呢 当县公派贾华率兵到达 区役的时候 一无自知难守 也便弃城逃奔 请过去了 世为当初逐城 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他知道县公宠爱黎姬 三位公子都非黎姬所生 迟早总会出事 如果把两座城 组得太坚固了 那么两位公子一定永兵自重 晋国便要陷于内战之中了 此典故出自左传 西宫五年 成语无所适从 后来用来比喻处理一件事 不知如何是好 生活应用例句 一 两位经理的意见不同 弄得属下无所适从 二 老需要言行一致 否则学生将会无所适从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不堪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